这一次台风带来的强劲豪雨 让高雄很多地方都有淹水的灾情 而见指2026有意要参选高雄市长的立委们 纷纷动起来 包含了邱毅盈、赖瑞龙还有林黛化等人 通通是全副武装的到灾区来关心民众 党内较劲异危浓厚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外面的雨势非常的大 全副武装到灾区视察 面对强风大雨立法委员邱毅盈 没在怕 亲自到棋尾国道10号勘灾 提醒大家别出门 另外在前阵小岗服务的他也很拼 挨家挨户拜访 赖瑞龙台风也不休假 四处巡视路旁积水 以及倒塌路数 呼吁大家要注意安全 所以请各位乡亲 真的没有重要的事情 就不要出门了 林黛化也身穿雨衣 到路口同步连线 要给灾民第一手资讯 巧的是这几人都有意愿 两年后接棒市长陈其迈 选高雄 邱毅盈 林黛化 赖瑞龙 全副武装 走访灾区 而国民党呼声最高 选高雄的柯志恩 此时正在欧洲拼外交 只有发组合图 强调新系高雄乡亲 抱歉做得不够多 此时无法与民同苦 另外有意冲击2026的 还有深耕高雄的他 准备水和粮食做好 万全准备 小金刚立委徐志杰 没到现场连线 这回发短影音提醒民众 注意安全 高雄水灾严重 政治人物也纷纷出招 博板面更显民进党内 浓浓竞争氛围 介绍我们张云杰 台北高雄采访不到